各位朋友端午節快樂 現在外面好熱 熱的讓人受不了 35到37度的高溫 為什麼這麼熱 就是封面的前緣 封面在這個地方 在浙江 到這個福建廣東 這個地方然後慢慢的往南移當中 這邊是一個很好的封面 還有一個低壓在這個地方發展 台灣位於封面的前緣 非常旺盛的西南風 所以在台北盆地 這個37度的高溫很熱 那這個封面什麼時候來 預計禮拜一的午後 前緣就開始到了 然後接下來晚上禮拜一的下半天是 下班時間是很有感的這個大雨 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樣的變化 那這道封面會持續多久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大家不要懷疑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那波封面 北台上去之後 又再下來的結果 所以對台灣而言是今年第三波的梅雨封面 第三波 所以我們有一個名詞叫做梅開三度 就指的是這個意思 各位有沒有看到 一直到禮拜天 可能到禮拜天 都是類似這樣的情境 當然啦梅雨封面是一個 微妙的恐怖平衡 這個系統 西南風 加上高壓 還有北邊的冷空氣 促成這個 霞場的梅雨封面 好幾千公里 這樣的這個環境呢 說變就變 但是我們目前整個預測上 會有七天 非常不穩定的時間 至少持續到禮拜天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趁現在 外面還沒有下雨的時候 請大家 趕快 做好家裡面的 這個準備 看看家裡的陽台會不會積水 然後趕快曬洗一下衣服 因為明天上午還有一段時間可以空檔 接下來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樣如果一直持續的下雨 你衣服再怎麼洗 也不會乾 所以趁現在 趕快曬洗一下衣物 因為呢 這樣不穩定 猶豫的天氣 強盡一個禮拜 而且呢 這裡面最害怕的是 整個模擬出來 有時候也已經有看到一些不穩定的 這種 這種所謂的 對流包 這種所謂的 煙囪雲 可能在台灣海峽發展起來 這種呢 就像是 游擊隊一樣不定時的炸彈 可能在這個地方發展 就移進來 那個地方發展就移進來 所以這個變化呢 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這個基本上呢 都只能靠監控 什麼是監控呢 我半夜的時候不睡覺 我來提醒你 或是說有很多人呢 如果平常不好好注意氣象預報 可能一下子上班途中 就遇到輕盆大雨 會讓你整個非常的難受 所以下個禮拜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是很不穩定的 從禮拜一的晚上 南部會晚一點點 大概在禮拜二的清晨的時候開始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這樣的天氣是屬於劇烈 很容易自災的天氣 會自災不是說你家一定會自災 而是說提醒大家 要做好該有的準備 做好準備 再大的雨就不會怕 你不做任何準備 只是看預測準不準 你還是會受災 所以請大家呼籲大家 做好該有的準備 有空的話 看看家裡附近的水溝是不是堵住了 或是看看你家的陽台 或是各種的這個 農民 農民作物等等 請大家 這個要發揮精神 提醒你身邊的朋友 做好該有的準備 因為這次的這個降雨 不會輸給前面兩波 請大家提高警覺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 端午節的快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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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